OK 現在就讓我們看喵喵可以擠到P死麥克隊長了 哇 麥克隊長死掉了 混蛋 明明是我們的地板被炸掉了 為什麼要被爆打一頓 誰叫你叫我們撞劍啊 你們這群人真的比我們更強到耶 這對話真的太經典了 哇 真的好懷念喔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薩克 是名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今天是馬祖膽成的日子 馬祖生日快樂 同時今天也是重裝在機中最適合新手入坑的日子 薩克今天快速的整理了卡池底的內容 有興趣想要抽獎的小夥伴 可以點擊右上角的資訊卡 帶你了解到底要抽什麼才會是最好的唷 那這部影片是新手項影片 今天就讓我們來懷舊一下吧 好 影片開始前先來一點小小的抱怨 聽說今天剛更新完時 公告上似乎文本又出現錯誤了唷 聽說是比安花這個液體機 不會下放到精密池的文本錯誤問題 比安花在本次UP招募結束後 將不會加入精密研發室 嘖 這不太對吧 這應該是文本錯誤吧 希望啦 希望是文本錯誤啦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官方 OK 修改一下 修改一下 如果你修改完之後 100分 給你100分 只有泰西亞進入地區招募 只有泰西亞下放到譜池 那 壞壞衣服領呢 之前官方在影片上面放出來的壞壞衣服領跟 蘇莫啦 怎麼都沒有寫在文本上面呢 小萌我覺得 這個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 這樣子很容易造成誤會啦 因為只有鋼鐵要塞錄了精密池 結果我第一次招募不到角色 搞毛喔 那我要怎麼辦 而且你剛好這次萬聖節活動獎勵箱裡面的獎品 裡面也有鋼鐵要塞 還有惡酌之星 所以文本上的問題的話 建議官方就是可以趕快把它修正一下 以免製造更多的誤會 那以後我要怎麼樣判斷說 機體會不會下放到精密池呢 基本上這個遊戲 只有神上元領跟他的一體機神弱 是雙限定 也就是說他的一體機跟人物 都是金券跟金螺絲限定之外 基本上 基本上啦 其他人的一體機 都是會在之後下放到精密池的 那怎麼看呢 就是在這邊這個地方 限時開發的機體下面會出現 只能透過本次活動獲得 像神上元領上市 這邊就有特別的標記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 比岸花 比岸花的這個一體機的池 裡面它沒有特別的標記 所以代表其實這台機體 是會下放到精密池的 至於什麼時候會下放到精密池呢 那我覺得就是有生之年吧 有生之年吧 哇 木娘的活動耶 想當初薩克三個月前 剛入坑這個遊戲的時候呢 也是靠著這個活動起家的齁 那個時候連 連活動的英雄難度都打不贏 因為薩克那個時候 真的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玩遊戲齁 那今天呢 就讓我薩克來帶這次活動 剛入坑的新手 來推薦一下就是 你新手時期的時候 你應該要練哪些東西齁 基本上的話 就是這四個人物 你看喵喵 魔力 修女 還有雙子 我們俗稱叫做 阿卡四天王 這四個機師 你就算念到後期 除了一些人可能會退居到二三線之外 基本上都是有一定的用途存在的齁 OK 新手剛入坑這款遊戲的時候呢 我強烈的建議就是你 不停的推你的主線劇情吧 那有些人會問我說 啊喵喵 那喵喵的那個什麼 一體機在哪邊打呢 喵喵的一體機在A2地區 就是小黃國的這個地方齁 先把小黃國這個地區的主線論文打完之後呢 你就會開這個副本挑戰 啊 對 這邊講一下 薩克 薩克後來就是透過其他管道取得喵喵了 那大家可以知道一開始薩克真的是 新手啊 真的連這個難度都打不贏啊 所以 所以我這個副本沒有打過 啊 事實上應該是說現在也沒有打這個副本的價值了啦 對不對 不過這就是 算是小小的紀念吧 因為 我也曾經新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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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不停的推主線就對了 然後呢 每天的緊急任務跟每日任務都一定要打完 那就是你最主要的金螺絲還有金券的來源 那剛好這次的活動就是萬聖節特別委託 打完緊急任務之後呢 會送萬聖節活動獎勵箱 活動獎勵箱的獎品它上面都有寫了 會包含以下的配件 那每一件都是60SR的品質 所以我不確定說是1級能穿還是50級能穿齁 所以呢 我現在就開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喔 我抽到人馬姐的武器了 OK確定了是50等 就是角色玩家50等的時候你才能穿齁 再來就是新手的角色人物卡池的建議了 那基本上各位我建議你們就是把所有的金券 新手我是指新手喔 就是如果可以的話 你真的要抽角色 你真的沒有什麼角色的話 那我建議你就是投入這個吧 壞壞面這個講義詞齁 壞壞面這個講義詞裡面 給的紫羅蘭 瑪格麗特 其實都是還蠻不錯的SR角 紫羅蘭是團補 那瑪格麗特是接下來 之後可以讓你白嫖一體積的很強的角色 是個寫作守護獨作輸出的SR業務主任 那瑪格麗特的介紹影片 之前在薩克角色推薦影片裡面也有 那我一樣擺在右上角的資訊卡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PN72的價值會比 新西亞還要更好一點 因為新西亞是個散裝的SSR角色 所以呢 他 你知道嗎 這個遊戲就是 木田就是一體積天下 所以散裝的角色 除非你真的技能很強 不然散裝的角色 真的會比一體積的角色還要再弱勢一點 再來就是一體積開發的部分 如果你今天已經抽到壞壞妹的話 那我會強烈建議你接下來的金羅斯 全部都投入在壞壞妹這個一體積的實力 因為壞壞妹這個角色 PN72這個角色他沒有一體積的話 他沒有辦法完整的發揮他的實力 有那個一體積跟沒有那個一體積差很多 所以如果你真心想要玩這個角色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把他的一體積給抽出來 那當然啦 他的一體積的加倍喵喵跟邁西奧拉 那 如果你賽中喵喵的話 那 那 你也不用打喵喵的副本了啦 你也不用打喵喵的副本了 因為 金羅斯加倍齒出的套裝 就是直接一等就可以穿了 所以 一等就可以穿到很高級的喵喵套裝 你就不用去打喵喵的副本了齁 所以剛好 如果你剛入坑的話 抽壞壞妹的一體積 剛好也可以賽到喵喵 也可以賽到優姐的套裝 對你來講其實是蠻大的福音齁 那 菲比亞的一體積也可以抽 這是你的第二個目標 你如果抽完 如果你今天 不幸沒有抽到壞壞妹的一體積 你想說 我先不要抽壞壞妹的一體積的話 也可以 你也可以拚菲比亞的一體積 因為菲比亞是七天登陸就會送的角色 暗星也是在非常厲害的機器 主要就是菲比亞這角色可以無視護盾 所以 配合暗星啊 就是他啟動暗星之後 他的四號技能可以無視護盾 你早期把菲比亞跟他的一體積培育起來 你後期打高難度關卡的時候 你會特別的輕鬆 再來 暗星的加倍齒裡面有加配肯陶洛斯 也就是人馬姐的一體積 人馬姐是隻非常強的SR業務主任坦克 是坦克三本柱之一 所以呢 暗星你不只可以抽很厲害的暗星 就是切護盾的暗星 你也可以剛好無意間賽中 就是SR最棒的本柱坦克的套裝 暗星的這個開發池的CP值 我覺得是很高的 如果今天你真的沒有抽到壞壞妹的PN齊爾 如果你想要打穩穩的話 那我覺得你可以投注在暗星這個池 好了那我們就來研究一下 我們就來回顧一下 哇 薩克剛入坑的第一個活動吧 哇這個DGN真的太熟悉了 真的太熟悉了 建議各位新手就是 你每天都把這個活動委託任務給完成吧 因為冬瓜茶 墨娘真的是個很佛的角色 他的這個獎勵詞 他這個獎勵詞就是會富含大量的資源 包含就是像是練本的書啊 錢啊 詳細喔 這個遊戲非常非常的缺錢 然後還有就是練技能的 練技能道具齁 都是透過這個詞可以獲得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建議各位新手一定就是每天把 墨娘的任務打好打滿好不好 把冬瓜茶換好換滿 而且你在一開始前四個冬瓜茶的詞 你會拿到40等的墨娘的一體機 讓你就是可以挺過新手這段時間 新手時期你就可以用了齁 OK那這邊就是我針對金牛角兌換這邊 先各位說明一下齁 基本上他這邊有寫講義刷新時間嘛 講義刷新時間是這個時間過後之後 他只會刷新一體機的數量而已 所以代表一體機每天的數量都會刷新 底下的 底下的東西是你一旦換完之後呢 他就直接就是換完了 就是他不會再刷新了齁 新手強烈建議你這個活動 不管是之前沒有跟到舊活動的老手大佬也好 或是剛好剛入坑這個遊戲的新手也好 墨娘的活動麻煩各位一定要把它打完齁 裡面給的東西就是太豐富了 你看系統升級練技能的道具 指券推薦性讓你去招募更多的角色 特級戰鬥程序特級戰鬥序也精烈 這讓你進階SSR的超珍貴道具 還有精英進階教材練技能的道具 怎麼樣想這個活動CP值都是最高的 不一定就把它換完 把它換好換滿好不好各位 假設我下面的東西我都已經換完的話 那我接下來就是你就專心的刷牧娘的一體機吧 哇塞好懷念喔 各位陸坑的新手不要擔心齁 莫娘的活動真的超級超級簡單的 現在就讓薩克來帶你們打一次吧 哇塞 薩克特別跳這四個角色齁 也是有他的用途存在的 就是這四個角色是阿卡非常非常好練 那前面的劇情我們就 skip 掉吧 也 skip 掉了 你可以慢慢看 真的難度真的不高 真的很簡單 真的很簡單 還能手動 哇現在打這些一刀一隻欸 哇這難度真的太低了 哇想當年當初我也是帶著這阿卡斯天王在打這個活動的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真的沒什麼時間 結果呢那個英雄的挑戰難度任務都打不贏 阿這個這個劇情還蠻有趣的 就是這個劇情就是麥克隊長真的是超級衰的 肌力被炸掉了然後之後還要被主角群爆打一頓真的是 超級衰的 喔麥克隊長 你看 A5A5地區的守門人 麥克隊長 哇 衰到爆 OK現在就讓我們看喵喵可以擠到P死麥克隊長喔 哇麥克隊長死掉了 混蛋 明明是我們的地板被炸掉了 為什麼我們還要被爆打一頓 誰叫你讓我們撞箭了 你看這群人真的比我們剛剛強到耶 哇 這對話真的太經典了 哇真的好懷念喔 超級懷念 阿各位 茉莉要練阿 茉莉是阿卡最棒的狙手阿 一定要練 哇這個 太懷念了 太懷念了 當初 當初就是這樣子 慢慢打 基本上這是個非常非常簡單的關卡 你的戰力不用太高 搞不好兩三萬 你就可以把這個主線全部打完了 打完一至四張的時候呢 你會獲得就是莫娘這個角色 OK看到這個挑戰任務了嗎 莫娘的活動非常的佛心喔 他沒有次數的限制 就跟夏日回憶一樣 所以 能刷就盡量刷吧 把那個金牛角的池全部刷好刷滿 把他們全部抽光光吧 因為真的給的東西太豐富了 那新手的話建議就是 我真的如果真的打不贏高難度的挑戰關卡的話 你就挑一個你最順手的難度來刷 還是建議剛入坑的玩家 不停的推主線就對了 推主線會比較重要齁 主線推完之後 每天的錦琦 每日打完之後呢 你再來專心的打莫娘的活動 挑戰難度 不要刻意去挑戰 就是自己會刷很久的挑戰難度 即使你打過了 但是那個時間上的效益也是差很多的齁 就挑一個自己可以順順打的挑戰難度就對了 OK那 我要來報仇 我要來報之前的血恨 真的 我之前真的是 沒有什麼時間可以玩 我連他的英雄挑戰都打不贏 我現在就要帶我的阿卡四天王隊 來猛打爆打一頓這個英雄難度啊 哇靠 哇靠 哇 好輕鬆喔 你看我那時候 打第一階段的時候 就 就死了快兩隻了 真的 太懷念了 太懷念了 真的 現在帶的這四隻 阿卡四天王 都已經有一定的練度了 裝備上 也起來了 雖然說沒有滿級啦 但是 哇 一股 非常懷念的感覺 這就是這遊戲的成就感了 你在很弱很弱 還是小萌新的時候呢 點巴巴的看著那些 打不贏的關卡 結果你最後 居然練度起來的時候 你都可以打贏了 而且還可以Auto 哇 還可以Auto 哇 這就是成就感 你知道嗎 這就是成就感 之前我連 比克曼博士我都看不到欸 所以 各位 每個人都有新手過好不好 每個人都有新手過 所以 不要擠 撞撞戰機 是個 要慢慢玩的遊戲 你急不得的 你提升戰力的手段 比如說 基地車 異端化 慢慢才會解鎖的 你才會有那些功能 所以 真的不要擠 慢慢玩這遊戲就對了 那有什麼樣的問題的話 就是盡量 可以盡量在影片下面問薩克 薩克都會 有時間的話 就一一跟 給各位解答 打完活動的主線任務之後呢 你就會獲得0莫娘了 那很多新手就會覺得 哇 好棒我獲得一個白嫖的SSR欸 我要馬上練他嗎 其實 可以啦 其實莫娘是個還蠻值得練的SSR 但是薩克這邊 可以給各位一個小小的建議 就是 莫娘的技能 莫娘的技能的話 點到五星的話 開的這個技能是 增加自己的暴擊機率 而且暴擊之後會給隊友回能 其實 你可以先不用點到這個技能 沒有關係 為什麼 因為前期還用不太到 因為前期的關卡難度其實都很簡單嘛 其實你還用不太到這個技能 那基本上 薩克建議說 莫娘就是點到四星開這個技能就好了 這個技能是暴擊之後呢 有機會可以給隊友增加傷害 並且最多可以疊三層 這個技能比較實用 增傷比較實用 因為莫娘就是 以增傷為取向的角色 所以 你要把他的招牌技能給點出來 所以就是建議開到四星就好了 你看薩克 莫娘也只開到四星而已 因為 我覺得金序列 應該拿去給其他更重要的角色 比如說幻神 或是一些更厲害的更棒的角色 那不是說莫娘不好 莫娘其實是很棒很強的輔助角 只是 新手的話 建議就是點到四星就可以了 那這邊薩克小巧抱怨一下 就是 大家有沒有覺得就是 莫娘雖然現在可以講話 我真的很興奮 她可以講話 可是 我覺得 她的那個語音好像有一點點小聲耶 就是 跟其他角色比起來真的有差別 我隨便拿個角色好了 我拿了我的噴火妹仔角 宗沛比較害羞嗎 還是音量沒有調整好呢 那就是 小萌 這邊可能拜託你 就是調一下囉 把音量調高一點吧 因為莫娘的聲音其實蠻好聽的 我也希望說我們可以聽得更清楚一點 那戰鬥中 超級吵雜的話 搞不好也聽不到她 她講話在講什麼 最後在影片結束之前 薩克再給各位一個小小的提示吧 就是 每月簽到這個部分 露簽 如果你認露簽的話 不要懷疑就是用金石去補簽嘛 補簽金石非常非常的便宜齁 而且你補簽金石 你補簽到的東西 因為CP值遠遠高過你 那補簽的金石量 所以 如果真的露簽的話 沒有 不要懷疑就是補簽就對了 那新手玩家就是 薩克雖然已經解完了 但是新手玩家的話 就是這邊會有新手任務 新手任務是給你大量金券的一個管道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 務必把新手任務趕快解完 把你拿到的那些金券 全部拿去投入在你想要抽的池裡面 OK 以上就是這一次莫娘活動 針對新手像所拍的影片 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議或想法 或是更多大佬想要幫助新手的話 歡迎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懇請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把你覺得有用的影片 分享給那些還在觀望 甚至想入坑的朋友們吧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